斗牛女婿威士币来到了北方祈修 虽说是北方 但是以斗字为首的 又叫南斗六星 它有六颗星 那跟北斗七星 它的形状完全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像就有寓意了 为什么叫南斗呢 不是在北面 跟北斗七星相比 它是离得最远的 这个白道与它的位置 跟北斗七星是最远的一个 所以我们肉眼看上去 就是南方 我们学东西啊 真的要参悟 去看这个中国古代 新冠图 天星图 才能明白 那同时呢 这个就很重要了 在五大神术体系里面 这其中六颗星 那完全包括在那个十四个主星里面 北斗七星其中也只有六个 还要加上太阳 和太阴月亮 那这四十四个 它完全能够在中 可见它的位置 而据相传呢 它又是真无大地的代表 所以叫天子星 可见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当然了 不光是这样 我们知道 医学的一个类像 包括万事万物 在天上 它还代表 这个 我们有一个故事 叫 四目秦星 那就是西游记里面 秦三个犀牛怪 那就是 每逢遇到牛 宋悟空都跟他们实力相当 你不说谁输谁赢吗 当然 猪八戒 沙僧都被抓走了 那 这个牛 它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斗啊 木 说四目秦星 都是青龙白虎 珠奇玄武 第一个都属木 所以这四个下来 去打西游怪 可见这个西游怪 它是属土 轻易的相复 那它有一个五星相克 万事万物 它都有一个相对的属性 那一定是这样 那不然为什么 孙悟空 大脑天空的时候 二十发星球 轻易都不是它的对手 以下就不行了 只是比普通的 看上去天没天降 稍微厉害一点而已 而这儿就不一样 那这三个犀牛怪 又跑到这个 东海龙屋 那跟他们 很有关系 那土 克水 可见 他们之间也有瓜葛 也有些受他们的 管制牵连 那虽然是妖怪 也是相克 然后 那说 景慕轩一个人就能亲 为什么呢 一个不光是人际关系 突出他 还有他的一些特性 这些都是小把戏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一 一代表水 那这三个怪 三个代表火 就一个人就能亲 他们三个 那这个当中的礼术 像术礼 甚至战都在其中 我们学西游记 包括风神王 包括很多经典 一定要去这样去理解 他才能 千古传长 真正知道他的根本意义 那 董木蟹 那个蟹子 也是一个 神兽了 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牛角 象征着公 公正 刚毅 像龙生九子里面的 碧案很像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牛金牛 牛金牛很奇怪 它的名字又叫牛 而恰巧它又是金牛座 它的生肖又属牛 又在这个宫里 那可见它真的是牛 很勤劳 很踏实 那它呢 其中的一个星星 又代表着 牛郎星 还有一个重要的 它在印度的这个 曾经有叫27星雄 把这个刨除在外 可见它也是个 中间的位 那斩涉老百姓的事 都是看这两个星星